为期三天的2020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11月25日正在海口进行 期间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许洪亮透露 后续中国将重点发展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和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进一步提高进入空间能力 航天发展运载先行 航天运输系统是发展航天的基础 我们正在汇通永关部门制定中国航天运输系统的发展路线图 并积极推动新一代运输火箭通用化 系列化 组合化发展 实现运输火箭的升级换代 除此之外 许洪亮还介绍了中国未来航天的一些主要任务 在行星探测领域 天卫一号火星探测器于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 预计2021年5月实行火星软着陆 未来我们还将实施小天体探测 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及行星际穿越探测任务 在国际合作领域 目前中国国家航天局于44个国家航天机构 4个国际组织签署超过140多项空间合作文件 建立了18个航天合作机制 深度参与联合国外空委等18个国际组织工作 我们在月球与火星探测等任务中开发了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也欢迎国际各航天机构参与到中国未来月球与深空探测火热当中 此外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将按照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目标不断取得新突破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正式开通 在通信交通旅游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产业化应用 目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已基本建成 广泛应用于20多个行业和全国31个省区市 同时为国际减灾救灾提供摇杆服务 近年来在商业火箭、卫星、运营、测控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截至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过160家 我们将为商业航天营造有利环境 推动商业航天健康有序发展